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需求 在开始今天课程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演示了一下团团传 它主要有哪些功能 然后我们用抓包工具 研究了一下它调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接口 还有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大众点评 它提供的一些open API 还有最后我们提了一点 就是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 如何来实现 如何来实现这些 我们可以加密 可以用证书 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手段 保证我们数据的一个安全 敏感信息 不要被别人进行窃取和篡改 需求我们主要分析一下 我们这些界面 我们要做哪些功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可以分为几大类 像商户团购 优惠券和我的界面 大概的就是这些 四大部分 在商户这个页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商户的这个界面 商户这个界面 我们要做哪些功能 我们首先要展示这个商户的一个列表 按区域进行筛选 这里边是北京 是按你所在城市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筛选 还有就是分类 全部分类的一个筛选 默认筛选 就是按着一些筛选条件 距离最近呢 一些优惠啊 来进行筛选 这里边默认的啊 有隐隐藏的几个功能 就是城市的筛选和定位 就是在北京这个里面 进行筛选一下城市 选择其他城市的一些商户 搜索商户 这里边有一个搜索功能 还有一个地理定位 这里边这个小源点 就可以进行地理定位 好 商户这个 这个模块呢 主要是完成这几部分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把手机投影一下 看一下 好 马上就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商户 这个商户 北京这个页面呢 它可以搜索一些城市 城市的筛选加定位 城市的筛选加定位 然后这里区域可以显示 看一下这里边区域的筛选 哪个区筛选完之后 它就列出当前区的一个商户 这里边还有一个搜索功能 它可以搜索商户 然后还可以一个地理定位 正在定位 下面有一个正在定位 好 它这里边当前的一个位置 商户这个界面呢 基本上就是 它这里边有一些bug 到时候我们会把它解决掉 好 这是商户这个模块 商户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团购 我们可以看这里边的一个团购 它同样的呢 也有一些列表的展示 区域筛选啊 分类筛选 默认筛选呢 这里边有啊 这里边基本上跟商户展示的界面一样 只是内容不一样 我们可以去可以先分析一下这些需求 商家商家详情里边呢 我们刚才团购里边也有一个商家详情 详情里边呢 有的功能就是分享加一些收藏啊 分享和收藏 优惠券这个列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优惠券 这里边可能商家的一个选情 没有这个优惠券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里边 优惠券呢 它这里边接口也是有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啊 因为它是 与这个团团转呢 它注册的一个ID呢 是属于有一个类别啊 这个类别里边呢 正好没有优惠券 所以它这里就是空的 这里就是空的 这是优惠券 同样的呢 它里边也有这些筛选啊 一些一些功能 我的这个页面呢 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些头像 用户信息的一些展示 还有一个我收藏的商家团购啊 优惠券 设置界面呢 还可以有这些功能 优惠券啊 有这些功能 我们这里边也列了 这些需求列出来之后呢 我们大致可以 可以总结一下 就说有一些公共的模块 像这些列表的展示啊 我们可以写一些公共的类啊 区域的筛选 我们可以指 这里边每个例边都有 我们把它筹向 把它独立出来啊 分类还有一些定位啊 我们根据这里边的需求呢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 到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要统一的考虑一下 我们如何来设计 因为每个里边都有 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 进行一个抽象 还进行分类的一个考虑 还有一些公共的模块啊 这些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需求 就是分析这些需求有什么用呢 就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进行一个设计 把里边的功能都罗列出来 哪些是共用的 哪些是独有的 哪些是我们可以重复利用的 还有一些 我们把一些 一些设置的东西啊 进行单独的一个开发 我们的界面 展示 还如何呈现 这些是我们分析需求的一个 一个 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步骤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呢 理清我们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 这个项目有哪些技术难点 有哪些的功能要做 这里边一看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帮助大家去进行一个理解 在我们设计的过程呢 我们还会具体的讲 我们有了这些需求分析呢 我们来如何设计我们的代码 如何来进行一个划分 好的 今天的需求呢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下节我们再具体讲一个设计 我们下节目的项目 再次回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我们下节目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